早上8点多这辆连接车 载着满满货柜木草 来到林口这间贸易箱仓库存放 他倒车进入仓库 但似乎角度没抓好 要二度倒车调整 这时突然货柜却翻覆 压向驾驶座 车头变形驾驶受困车内 整个车头变形 要有压点把车楼扯开 消防人员拿出千斤顶 木板 气垫固定货柜 防止再移动挤压 一边赶紧将里头的木草运出来 减轻重量 最后开来大型吊车 才把好几顿的货柜移开 消防员一勇而上赶紧救人 换了近两个小时半 才成功把人救出 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怎么会发生意外 透过3D动画还原 原本他倒车进仓库 要卸下22吨的木草 没想到角度不对 要重新调整 却因为坡度重新不稳 勾环还因此断裂 货柜就这样刚好倾倒 压扁驾驶座 这个斜坡 所以导致大型的车辆 进出不容易 那这边也考量 就是现场救待人员安全 以及货车 担心在二次的翻覆 导致驾驶 这个受到二次的伤害 王姓驾驶43岁 资历有10年以上 原本从台中把牧草运来林口 却被货柜压到头颅破裂 送一后仍然宣告不治 种种不幸巧合 全凑在一起 离奇意外 宛如电影绝命终结战 记得郭欣洋 孝子洋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